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刘涛,求你淘汰吴磊吧! 亲爱的客栈第三季从第一期节目播出,我们就意识到这一季和前两季有本质的区别。 前两季都是在展现温暖,展现友谊,而这一季呢,完全就成了职场竞争,而且是只展示黑暗的一面。 节目开播以来,吴磊、李兰迪、看青子、林心如等人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吐槽。 看过最新一期节目后,不少网友感慨,刘涛,求你淘汰吴磊吧! 这种感慨,并不是说吴磊做得不好,相反,他应该是这个客栈里最认真。 最积极的员工,除了能力不如张翰之外,几乎是无可挑剔的。 但节目组次看上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好胜心,并以紫卫轴,展开一系列的比拼和黑化。 如果大家看过每一期节目的话,应该注意到了,只要是涉及到竞争,只要是涉及到张翰。 下一个镜头一定会给到吴磊,而不是其他人,很显然,节目组就是希望通过突出吴磊的好胜。 来博取观众眼球,也是从那时起,只要吴磊表现出一丝响赢的行为,就会被网友吐槽。 所以,刘涛,请淘汰吴磊吧,不让再让这个大男孩遭受网络暴力了。